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鋪路自主研發,中心美國退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市跌了65點,收報27288,成交很少,只剩738億 今晚美國是優勢的,今日港股無人駕駛,成交少也很正常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港股曾經在早上時,賠A股偏遠過 跌到最低,見過27105,這就是本輪跌浪的最低位 但其實上星期我判斷,大概五窮月,271,這些區域都差不多 其實今天穿過上星期四低位,很少,幾十點而已 大概這個水平,為何不太跌得下? 因為一來,今晚美國沒有市,轉倉的開始,期止轉倉活動 二來,其實都跌了三千點下來 這樣的情況下,其實這個月應該收夠醜 如果這個月再踩多一腳下去,其實六月反而跌的空間就比較細 相反,這個時候可能有少少轉倉活動,甚至反彈都很正常 再加上,你見到阿爺其實都很積極在那裡,頂住市場的 所以短期可能,大概這個區域,但是再跌呢 上個星期,有些網友留言問,那六月是怎樣的 那六月其實都是,上次都留了一條尾 就是這樣說,都是有機會跌的 如果Exactly,就是我覺得六月是有機會再下跌 去調整回升浪的61.8%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圖 我們去年低位24540,升到30280 如果回吐,0.618,就26733 大概2萬6,這些水平,就是六月下望 會不會再低,就要看貿易戰,或者科技戰 或者美國和中國這個互動情況 萬一兩個再進一步,危機再升級 當然這個位置都是守不住的,就要再下跌 再下跌是怎樣的呢 如果連0.618都守不住 就有機會回到之前前浪底 就是24540區 大家都要做好這個準備先 不過初步看,現在暫時在27,100 這些水平那裡站穩住 今天剛才說到內地阿爺 其實都見到他很積極 國家隊其實互盤的力量都很大 我們看看人民幣 今天人民幣 向下人民幣升 你今天見到美元對人民幣最低跌到6.88區 即是人民幣反彈到6.88區 撐著不讓人民幣下跌 不讓人民幣下跌 就很明顯是為了不好的資金 不斷一跌湧走 亦都是一個信心問題 所以很多人民幣 說了很久都是你最重要看著6.92這個位置 見他這陣子守住的就是這個位置6.92 如果人民幣 守到6.92 股市沒有那麼差 萬一人民幣跌穿6.92 即是美元升穿6.92 如果這幅圖是向上的話 那就要小心 對港股A股都不利 現在不是這樣 是國家隊頂到 頂住 內地股市方面 也是 今早國家隊有少少欠眼睡 為何說欠眼睡 因為曾經穿過這個 重要的位置就是2838點 今天最低跌到233點 跌穿過5點 這個2838一直都守住 守了很久 今天跌穿過5點 即是淡友都很大力想滑下去 不過國家隊多是有力量隊頂上來 事實上其實深淨成分股指數 已經是跌穿過 又是升上來 上星期五已經跌穿過 上升裂口頂部 所以今天 這個上證指數都跌穿 都不出奇 如果你看到 深圳創業板指數 直接回了上升裂口 但是上次一直都這樣說 那些指數 不是國家隊最重要要守的指數 最重要的是守住這個上證指數 不要跌穿這個 上升裂口 現在都是 今天結果都是高收上來 升1.4% 收2.92% 都叫守住 深淨成分股指數 一樣 還升得比較多 升2.3% 都叫守住 守住這個上升裂口 這樣的情況 其實對港股 暫時回穩 應該是有利的 好了 說回今天的題目 說 鋪路自主研發 中芯 美國退市 大家知道上星期 中芯突然公佈了一個消息 就是 它準備在美國的ADR 就要退市了 因為 又不活躍 交投不多 等等 等等 原因 是不是這些原因 大家可以自我解讀 我自己覺得原因 可能是為了 所以中國要自主研發去鋪路 所以知道其實那些 ARM 制裁中國 如果不給知識產權中國 可以生產的話 中國有沒有辦法 自主研發生產 可能自己都 踏了也好 總之自己有自己的能力 問題是 真的要生產這些芯片 你都要有一個 生產商去做才行 其實現在最主要的 都是用台積電代工 而台積電的工藝是很厲害的 全世界不是多少間 做得到7微米的CPU 如果大家有玩到CPU 就知道 Intel 其實都比台積電差差 因為AMD 找台積電生產 所以AMD 近來 那些CPU就很厲害 今晚也有新的CPU 可能會推出 那些是大型的台積電用 但是如果是在手機 另外一類的芯片 他們找台積電生產 萬一台積電不生產的話 那華為怎麼辦呢 或者中國怎麼辦呢 所以必須要搞好自己的核生競爭力的話 就要有一個自己有能力 生產現代化芯片的工廠 中國找遍內地這麼多間 都只有中心國際叫做最先進的 那它在那裏鋪路推市 推市的話 目的可能就是 不想被美國鉗制住 就回去 在香港都有上市的嘛 繼續在香港上市 然後在內地可以生產一些 更加先進的芯片 所以上次跟大家說過 其實霧虛、憧憬 這些芯片股 或者內地高科技股就是這樣 其實今天出到一些消息 可能對它的未來的前景有利 當然了 在這一刻 仍然都是 憧憬 仍然都是霧虛的 因為老實說 要做得到 現在仍然是一條很長 很漫漫長路 因為人家那些 做到七微米 真是很難的 那現在可能 你如果做到十四微米 都已經很好了 那這些都已經是 終於有時間 有時間去 去慢慢調教才做得到出來 那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現在是有一個這樣的憧憬 未來中國用國家力量 可能都會扶植很多 內地有能力的高科技公司 去發展這個自主研發 那中芯國際應該就是其中之一間 那好吧 那它自主研發 做了芯片做了些什麼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其實 5G這件事 是不肯放低的 不會讓美國 嚇閘 就說不做的 因為它這個是它自己的 核心競爭力 5G是領先過美國 這是不真的事實 所以也都帶動到 今天 這些消息之後 帶動到中國鐵塔 有一個近5%的反彈 升到1.76 大家看到1.6的位置 就是這陣子 那些低位 連續量是1.6半左右 現在 首日反彈 未必真的 但一上去 都是這樣 如果它跌下來 在1.6以下 一些可以收集 這些股 另外一些科技股 也都駛車邊 今天有些反彈 就是這個 騰訊 騰訊 今天 曾經反彈 我想去最後的時候 收都是收跌1元的 連續 第八九日下跌的了 但是現在來看 它就可能跌到 剛剛這個 是頭肩底的 項線位 這條如果拉斜 回到這個水平 大概這個區 可能會有少少反彈 因為極度超賣短線 不過這個是短線 因為這隻股 現在的走勢比較弱 現在剛剛再傳出來的消息 就是美國可能會打壓 微信支付 支付寶 這些在海外的業務 不讓他們走出去搞 亦都不讓他們在外面發展 因為又是美國牽頭 所以其實這些 亦都會對這隻股份 又有些壓力 看看這個位置 320元之下 這條項線 是不是有一個真是支持 好 最後真是自主研發到 其實中國就有些藥的股份 真的有些自主研發到 中國生物 今天其實就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 它有隻藥是可以進軍去歐盟 歐盟就approved了 批准了它 所以今天刺激它升至6點多% 恆指成份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股份 所以其實中國不是說 沒有能力做一些自主研發的 不過就是一些範疇上高 可能在某一些範疇上高是可以 當然全面來看 還是不夠歐美勁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現在在角力之下 整體來看 大家要尋找 真是有實力做得好的股份 或者另外可以憧憬 冒虛一些股份 那些只是小柱 即是拼搏它可以的 整體的大市來看 還是要擔心6月6絕 會不會出現 進一步下跌的風險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